下一位我们的演讲嘉宾是我们生物系的大师兄 也是在伯克利读到博士以后 他就开始在Novartis工作 一直在生物医药行业非常有成就 他是2004年离开Novartis之后 就开始了自己的公司叫做Eureka Therapeutics 他的公司和他个人在生物医药行列非常有成就 有14项美国专利 而且还有在2007年 是2007年对吧 师兄你请纠正我如果错的话 是在2007年得到美国国会的 Special Congressional Recognition for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human health 所以请大家掌声有请 下一位演讲嘉宾刘程师兄 对于这个讲还是 您就对于这个讲 好 OK 谢谢诸位师兄师姐师弟师妹 星期六花时间过来 我想呢 我跟韦杰讲稍微有一点不同的 就是说呢 我可能想换一个角度来讲一下创业 尤其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场合是北大同学会创业 有什么不同的 我的角度是这样我算了一个账 因为我家都有孩子啊 我们从中国考上北大 大概每年中国有1000万到1500万的新生啊 就是说高中地业生 考上北大如果把情况还加上的话 大概基本上是五百五千个人所住一个 也就是说可以简单说 我们是在座的都是万里挑一的 那么万里挑一呢 上了北大 然后从北大呢 就能到美国来进一步深造 可以说是精英的精英 那么问题在于就是说 我们这些万里挑一的精英进入社会以后 现在的这个成就 是不是反映了我们当初的这个万里挑一的这个才能 或者是当初的这个动机 我就想借这个 从这个角度讲一下 我这个今天这个 我想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 创业的话呢 实际上你说在任何一个场合都可以创业 我开个餐馆也不创业的话 那我们如果是北大同学创业 应该从哪个角度去创业 我想我们跟别人的不同在哪 我们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在哪 这就是我只能 当我只能捡一个角度 当我这个角度可能比较 刻薄一点 我点亮一下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呢 我们跟别人不同 就是我们原来上学的时候都认为自己 很了不得 那我们呢 可以往好里说 我们是以民族姓王为己任 是天假姓王皮肤有责 因为我们是代表中国的最高水平 但事实上现在了解一下 我们这个最高水平 我们要做的事情 或者我们要创业 我们是不是按照 中华民族的最高标准 要求自己来创业 那么呢 我想讲一个point 第一个point就是说呢 这张图可能 不知道你们看见过这个 这张图呢是 过去两千年 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GDP 在全世界占了百分比 在全世界占了百分比 大家可以看到在 从中国从中边元年 实际上一直到亚片战争前 第一次亚片战争前 中国一直是个发达国家 如果按GDP百分比讲的话 实际上是比今天的美国还要发达百分比 我们一直占到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占到全世界GDP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当时中国的人口密度 远远低于今天的人口密度 所以说从人均的生活水平 GDP的产值来说是非常非常高的 大家看到从1870年 就开始 这是第一次往下 一个很大的方向 一个下坠 一直到了 咱们说到了改革开放 开始一直是一个很大的低谷 那么从90年95、2020、20308 我们确实是整个的经济在复苏 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说中华民族在历史上 不是一个传统上 我们不是一个落后民族 我们现在中国现在这两年的发展 应该说只是恢复了常态 如果你把这个画的历史长河的话 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 可能是一个特殊的一个阶段 那么为什么中国在过去两千年里 可以一直保持到世界的最前列 我想除了我们的勤劳勇敢以外 我想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名字 不说自己勤劳勇敢 中国一直保持在世界前列 很大一个原因 是我们中国在创新上 是走在最前列 那我们一直在很自豪 我们老祖宗的思大发展 这个我就不用再说了 但是我们确实在 陶瓷、丝绸、茶叶 到后来的航海 这些我们一直走在了世界最前列 就有点像今天美国人要去上火星一样 我们当时正和下西洋 也是没有任何经济目的 已经走到了最前列 实际上代表中国在当年的科学技术的创新 是走在全人类的最前列 我们也对全人类做出很大贡献 但是呢 可惜的是自从大概从油顿开始 到蒸汽机 到火车 到轮盘 到电灯 到汽车 到飞机 到计算机 过去三十年 再到电视 到手机 到Internet 到最后的 我们所谓的第三个Apple 咱们都说三个Apple 我们可以说 我们在过去四百年里头 我们真的为人类没做出什么功效 这个大家 我们在做都是精英 应该能看到这一点 我们作为中华民族来说 我们过去五百年确实也就活着 我总是觉得就是说 我们总是在讲我们勤劳勇敢 我们斯大华民 确实有点不好意思 我们其实在做这些人 那么在过去三十年里 中国经济是腾飞了 但中国经济腾飞的基本的模式 在我看来就是这么几点 中国的联价 中国的联价劳动力 一直是认为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金融流士 那么逐渐呢 中国这两个过渡了 变成了中国人现在开始有钱了 可以投资了 可以买东西了 那么呢 我们进来的最大的一张牌在打的就是我们中国有市场 但是呢 说来说去呢 我们说来说去 我们还是局限在一个中国自己圈里头的一个事情 我们中国的对人类的因素在哪里 到现在呢 我还是确实是没有看出来 那么说如果说 作为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就算了 那么大家首先是保持一舌 但是作为在座的这个 自认为是中国精英中的精英的万里挑一的人 如果还不去想这个问题的话 那你更该合适 中国还什么人去想这个问题 我们都已经 选中 在选中 在做的 你们还有这个 这样的志愿 想去创业的话 我对大家的这个挑战就是 大家要想的话 第一呢 真的是要想大赢 第二呢 跳出中国的圈子 要一天到晚老想的是 我到中国去 怎么去 利用一下中国的人家的劳动业 怎么政府呢 就套点资金 怎么去全块地 我觉得呢 百分九十九的人都可以这样干 但如果在做的这样去干的话 实际上是有点太小了 不配就不值得去创北大 该创什么北大呀 你创任何一个学校都可以做这件事了 学校创什么北大 那么呢 又回到这个 创业干嘛呢 我总是觉得呢 创业呢 是跟一个 开个买卖是这样的回事 我刚说了 创业 你说你开个餐馆 也是创业 从个个人的角度 是个创业 但我们可能大家 每个人脑子里想的这个创业呢 都是要解决一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呢 是一个人类面的问题 不是一个我个人家庭想 改善自己的生活 发展财的问题 我认为这个是我们创业 要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定位 就是第一个问题是 我们首先是想解决一个 人类面临的问题 一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呢 我有这个能力 我有这个技术 我有这个才能 更重要的 我有这个激情 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应该是你创 创业的人动力 这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事情呢 就是说呢 创业呢 跟我们考北大 出国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 就是你考北大 你的能力啊 是很快就被别人接受的 你考分考状元 大家都认为你能干 自然就录取你 创业的话呢 尤其你要解决一个大问题 做一个全世界上 谁也没有做过的事情 没有想到过的idea 一个从还没有过的技术 你是天底下第一个人 那么你面对的这个世界呢 一定是一开始对你 就抱怀疑态度 说他的东西肯定不靠谱 他的东西是一想天看的 所以说呢 我是觉得 你要创业的话 要做大事 第一件呢 是要有俗话 难听一点要脸皮红 第二好听一点说 要对自己有充分的信心 如果你做的事情 是确实是 真正是创新的 要有那种坚持坚韧不拔的劲儿 不要怕别人说你不行 说你这个东西不好 最终如果你这个东西真的 世界一定会接受的 那么呢 就是顺着这个呢 我很欣赏 Winston Churchill说的这句话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呢 Success is never funny Failure is never fatal It's the courage to continue that counts 也就是说呢 唯一你能坚持的就是坚持 这是创业 可能所有的人这是共性 可能开餐馆 跟八明灯泡 开GE 开樱桃 这一点我想是完全是一样的 一定要坚持 不再坚持 那么最后我推荐 因为我们在樱桃 我推荐大家去看一本 一个Documentary 这个现在已经上了Netflix 我知道 叫Something Adventure 是一个纪录片 它讲了 就是 基本上讲的是 都是湾区的几个大公司 从 故事第一个就是 Intel 创始的故事 到Geneta 最后到Apple 这几个公司的创业史 基本上它们组的过程 都是 在 求助我们 它们的最早 包括Intel 我们所带的今天的所带地 它们几个人 创业写的Business Plan 被找了36家投资人 所有的人 全部把他们 Turn Down 的情况下 最后有了今天的 所以我 大理推荐 创业有兴趣的 大家看一下 这部 大部分 那好 我就先说到这儿 谢谢 非常感谢刘成师兄 给我们非常激动人心的一个演讲 非常非常inspiring 我们才知道 现在中国 还是在一个 恢复向上的过程 还需要大家的不断努力 才能提高到我们历史的最高水平 那我们现在 时间稍微有点 有点空欲的话 我们就可以 take几个问题 我们会有 volunteer 会给大家拿下话筒 大家有问题吗 那边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问一下不一定是你回答 我看刚才有位老总在讲 我刚才开了公司 你们的公司做的不算大 对 对 这要交代一下 刚才有一家公司上市了 但是好像还在亏 有一家公司做的不算大 看你们的网站 听里面这一个 其他都是advisor 我的 对 我确实承认 就是说 我们从 无论从规模 到资金 到成就 都根本谈不上 这个 根本谈不上 我们唯一一个 引以自豪的就是说 我们中国人在美国 搞生物 biomedical 从research 到 我知道有十万人 我们公司是唯一一个在美国 跟主流医药公司 对着干 搞西藥研发的公司 不是去拷贝和复制公司 谢谢 刘总安 陈炳良 我是茂伟参加今天 你们百搭校委会 一个是受了苏战的邀请 第二个我就看到了 在演讲才来的 但是我记得 最近好像在上一次 还是这也是有天 publication 涉及到monoculture and body 对的是Science 那这个我就在这份欣赏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 尤先生你好 我想刚刚听到你的这个讲演 我觉得有点是我正在考虑的事情 每次回国去看 就一直在想到 可能你刚刚说的五百年 当中国没有真正能够把人类往前走 我可能想看到很多人在说 可能一千年以后 从宋朝以后我们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 真正会把人类往前走 还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现在我想如果你往以后看 你对我们这个民族的两百年 两百年之内有没有一种希望 或者在哪一方面你觉得我们在做 这台答案我觉得 习近平讲这个 从我那个 一介草民的角度讲 我觉得就得从我们这个屋的人开始 怎么说呢 就是 Globalization以后 大家都知道 创新 尤其科技创新根本就没有国际 我们不存在中国创新的问题 不存在这个概念 所以说呢 我们应该是 中国人要想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 真正的尊重 就我们真是为人类做点故事 不是完全我们自己赚了钱 把别人东西拿来怎么能够 take the action copy一下 复制一下 扩大一下 scale up一下 这就是想说的 我们必须得从自己 在座的人做起 One more question please One more question Thank you 可以吧 谢谢刘成师兄 非常非常的精彩 我是中文大学的 我也不是北大 我是北大朋友 我想问的一个question 就是说 刚刚那个师兄失忆 引发我想的 就是 就是有个非常有名的这个formular 就是说success 有两个version 第一个version 是叫做 20%IQ 加40%EQ 加40%AQ Equal to 100%success 另外一个 slightly different的一个version 是就是 20%IQ 加20%EQ 加20%AQ 加20%CQ 加20%FQ 所以的话呢 我就想请问你的就是说 我首先就是我个人 我认为就是我们的IQ 是绝对没得说的 但是 就是answer 你那个question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 这么做的精英 为什么还 就是focus on copy C2C 是吧 大家都说copy to China 我自己feel shameful 这是我person 但是就是how do we change collectively how do we change that 就是我是觉得就是这个 根据这个formular的话呢 你怎么看 那我们的EQ的话呢 就是 大家collective EQ 你认为就是出路在哪 特别是刚刚那个师兄师弟 我觉得那个就是 就是那个behavior本身 就是说明我们的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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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do we 就是 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 那个neactivity 的话呢就是 apparent 就是我们怎么样就是说 make sure we address this issue 我想请教就是说 看你的想法怎么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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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可能说来话长了 我先说一个那个 比方 我是相信这样的 就是说你 不管EQ也好 那个是一个条件 我是觉得就像 首先你如果有一个目标定了以后 就坚持不懈的去做 这是我认为是做的 然后你需要什么 去寻找 去寻找 我经常在朋友里讲一个话题说 就是说你到任何地方 你就是要 要打井 你在沿海打井 大概三米就能打出水 你到陕西大概要打五十米 你到沙漠 新疆沙漠大概要三百米 所以说呢 只要你坚持不切地打 早晚这个水肯定能打到 万一真的不拉皮 水也没打到 也许你还拉皮大头牛呢 对 所以说呢 我的想法就是说 那些东西真的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你首先要有一个pass 而且有一个坚定的信息 去做 从这个 但回到说 我这都光说大话不行 具体来说怎么言呢 我总觉得就是 我们北大人 虽然是包入清华 柯大 这个 这个 鞋包过去 要不然得罪人 主要在去说 我们首先要 大目标定以后 把那个 好言状语 说完以后呢 要对自己有一个 非常现实的恒战 what do we have 我们到底是真的是比别人聪明 还是真的是 别人想不到 谁我们想到 我们别人想得快 还是别人记性好 但所有这些东西 和你要完成这个事业 到底是不是大嘎不大嘎 我们是考试上去的 咱们十八十说 是考试上去的 这考试上去 到了创业资本主义社会 搞的是资本 我们在做的 考虑北大的是跟 这个correlation 有多少家里有多少钱 没什么太大关系 所以我们在这个创业过程中 我们投入的是 自己的智力资本 投进去 但我们这个智力资本 再细分一下 我就说的 你想想 靠记性 现在不需要记 有Google吧 你说你快 快也比不过computer快 所以我觉得大家 一定要静下心 来把自己稍微颠一下 到底我想 我的雄心壮志 和我本人的能力之间 到底有多大差距 然后就知道 你缺什么了 你缺什么 然后就缺什么肚子 对 谢谢您 谢谢大家